今天为大家演示要如何处理购买回来的老庄多肉 基本上我们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老庄多肉 它会带有很多的枯叶 而且它的这个泥土呢 已经是使用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而导致它的这个泥土已经出现硬化的这个状态 所以呢如果你们买回这个老庄多肉之后呢 我们必须要给它做一些适当的处理 例如修根消除枯叶 检查你植物的情况 如果有腐烂的地方也要把它剪去 再来呢就是换戒指哦 把它换去更适合更排气更通风这个土壤哦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我手上这几盆老庄多肉 大家可以看得到它有很多这些枯叶啊 或者是一些已经是因为这个年龄的积累啊 已经腐烂的这些根系啊 所以待会我们要做一些修饰哦 OK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另外一盆哦 它已经呈现一个老庄的状态了哦 虽然它的体型很小哦 像这些多肉呢都是控养的哦 就是说你的这个盆的容器呢 它的这个容量比较小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预测它的生长哦 可以看一下虽然它非常的小 但是它的颜色是非常的好哦 待会呢我就为大家演示要如何清理这些枯叶之类的哦 我们再看多一盆 非常的漂亮哦 控养的颜色是非常的漂亮的 虽然它非常的小 但实际上它的实际年龄呢是非常老的哦 甚至是两三年以上才会长到这种状态 控养的多肉呢它的颜色都特别的出色 好我手上呢有这一盆哦 今天呢我就用这一个盆呢 为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哦 我们待会会把这个多肉呢种在后方 而这个红色呢我们会种在前方哦 虽然呢它并不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搭配哦 但是最主要的我要通过这视频呢 为大家演示一下要如何基本的处理这个多肉和上盆哦 好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哦 首先呢我选择这两个多肉呢 这是因为我选择的盆是黑色的盆哦 它是一个比较就是低调的这个颜色哦 配上一些比较低调的颜色呢 黑跟这个淡淡的这个奶绕色哦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盆多肉 先看一下这一款哦 它的这个枝干呢是老装了 但是它有很多枯叶哦 所以我们稍微要把它修饰一下哦 还有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泥土哦 已经非常的僵硬了哦 没有任何的营养了 已经硬化了 所以现在我们第一点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些枯叶撸掉哦 你们可以用一些小工具哦 例如这一个 小夹子啊把它撸掉啊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呈现一个很漂亮的心态了 像这些枯掉的部分呢 你们可以把它扒了丢掉哦 我们只留一些漂亮的部分下来哦 把这些枯叶都录掉 还有呢这个多肉呢是有粉末的哦 所以尽可能的话你们就不要去触摸这个叶片哦 就是就是大概我们撸掉这个枯叶之后 它的这个形态哦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哦 很干净了 再来呢这个泥土呢已经硬化了 大家可以稍微的把它捏压一下 除去它这个硬化的泥土哦 如果它有一些腐坏的根系呢 大家也可以稍微为它做一个修剪的动作 你们可以用这个剪刀哦 把这些根呢稍微的把它剪去哦 如果你的时间允许的话呢 你们可以用这个多菌磷的粉末 残水 大概一包可以用上1.5到2公升的这个水哦 把你们的多肉呢 镇在里面哦 这泡大概是两个小时之后呢 拿上来稍微的冲洗一下 再晾干再种回去哦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确保你的这个多肉呢 不受到这个细菌感染哦 但是切记哦 如果你们要入盆的话呢 你们的多肉要晾干哦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减少 因为这个正菌感染的问题哦 好 这些植物呢已经清洗干净了哦 这根系呢 你们可以稍微的把它修剪一下 或是像我这样子直接把它拔干净哦 由于它是一个老庄哦 所以呢 当你上盆之后呢 浮盆它之后呢 它会长出新的根系哦 它吸收是很快的 修复是很快的哦 像这个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我们就先把它放在旁边 这几根 再来呢 我们处理这一颗哦 这一颗多肉 也是一样的 这些小装呢 你可以把它留着哦 或是把它移除去种 好 首先我们先 把它这个硬化的泥土除去哦 你可以看到我非常的硬哦 大概两年以上的泥土呢 都会硬化 如果真的太硬呢 你拔不去呢 你们可以稍微把它 蒸泡在这个水里面哦 再把它拿上来哦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软化了 这个泥土呢 是一定要去掉了 因为它已经硬化了 它无法再生出 这个新的根系 就无法吸收营养哦 OK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处理一下 拨开来 这些硬化的泥土要去掉 枯叶也是一样 让它露出这个主根 把这些腐坏的根系 稍微的给它修饰掉 大概是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些也是 如果你们看到 那个叶片的形状不美观呢 你们不喜欢呢 你们也可以为它做一点修饰哦 把它修成你们自己喜爱的样子 很多时候呢 因为这个老庄呢 它没有吸收到 太久没有吸收到这个水分呢 跟营养哦 它这个脂干呢 会腐坏哦 所以呢 你们要为它 就是稍微的修饰一下 修剪一下哦 这样子的话呢 它才能够重新生长出 新的这个根系哦 好 这就是我们大概修饰好的 这一个老庄多肉哦 控养的 所以它颜色会特别的出色 那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修下来的 叶片跟它的这个 泥土哦 都已经是 硬化了 好 这是我们修下来的这些多肉 给大家欣赏一下 今天呢 我们会采用一个 黑色的盆 在这盆底呢 我们可以用上这个摆杠网哦 这样子的话 可以防止它的这个 颗粒呢 从这个洞口流出来哦 然后我们今天使用的呢 是纯颗粒 纯麦饭食哦 我们使用纯麦饭食 纯麦饭食 再来呢 这个肥料也是很重要的哦 你们可以在里面放一些缓氏肥 稍微的把它 均匀的搅拌一下 好 然后呢 你们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这个多肉的这个 形状哦 来做一个铺层 我们可以先大概就是 把它放成你们要的这个形状 你们喜爱的这个位置哦 今天就做一个很简单的演示啊 我们并没有要特别去做一个煮盆什么的哦 可以只是纯粹给大家演示一下 纯粹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肥料可以有型状态的 好 我们的肥料可以做到 我们的肥料在中西偿做一个看到的 我们的肥料可以做一个信用的 再来呢大家可能会问 老庄多肉多少多久要浇一次水 其实呢老庄多肉呢 如果你是用这种纯颗粒呢 你这个浇水频密要来的密一点 因为它的这个水分 你浇的时候呢水分流失的比较快 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浇水的这个密度呢 就要频密一点 我们可以大概的把它摆一下 摆出你要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 现在这个地方挖出一个洞口 稍微的把它的根系 埋在这个土壤里 然后呢你们在栽种你们的多肉的时候呢 最好是在你们这个盆底哦 放一个垫哦 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会把你们的地方弄到很肮脏哦 稍微的用这个工具把它分析一下 你们可以依据你们的喜好 摆出喜欢的这个位置哦 你需要这个来使用这个地方 稍微的再铺上这一个卖饭室固定它的位置 我是一个男生啦 我在做这个铺层的动作的时候呢 会稍微的比较比较粗鲁一点 而且因为我们拥有的这个展示的时间也比较少 所以就做的比较粗鲁一点 最主要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果大家在家有时间呢 可以开上一些轻松的音乐哦 慢慢的去摆你的这个多肉哦 可以摆得更美更漂亮哦 好 稍微给它做一些调整啊 位置的调整 好 多肉给它移一下 这个呢 这个呢 粘在这个多肉上的颗粒呢 你们可以稍微用这个夹子轻轻的夹走哦 或者是可以用一些可以吹风的工具哦 把它吹走 好 如果你们喜欢悬崖式的朋友呢 你们也可以稍微的把这个根系哦 种的 外 外露一点哦 所以比较漂亮哦 好 像这样子 后面呢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提起来 让它有一个抬头的这个感觉 切记呢 这个多肉是有粉末的哦 尽可能就不要用手去摸它哦 但是我是无所谓啦 因为其实这个多肉的粉末是会长回来的 但是你需要给它一些时间 由于呢 这个老状多肉呢 它的根系是十分的干燥哦 所以呢 当你们 当你们种植好之后呢 你们可以稍微的给它喷洒一些这个水哦 这样的话呢 可以诱发它快速的生根哦 但是呢 我建议你们是在上盆之后多几个小时哦 但它原本的伤口已经愈合了 大家才去给它做一个浇水的动作哦 但是浇水呢 也只是浇一小小的部分的水哦 叫做炒土上盆啊 给我们来说 好 我就为大家稍微的就是把这些 这些颗粒 三代多肉上的颗粒移除掉 然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成品哦 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多肉成品 我并没有做太刻意的这个摆盆哦 就只是为大家展示一下要如何去做这个煮盆 好 你们可以稍微的用这些水屋水头哦 把它这个泥土上面的这些尘埃去除掉哦 喷走哦 好 给大家展示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哦 这个多肉呢是会长大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这些缝隙的地方呢 其实你们并不需要把你们多肉弄到太密哦 因为你们可以看得到哦 我其实我这个老装多肉是有点脱水的状态哦 当它吸收到水分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多肉呢会叶片会变得更肥沃 这个时候呢 它看起来呢就没有这种空间感哦 就看起来很饱满啊 密密麻麻的哦 非常的漂亮哦 所以不需要把它种到密密麻麻的哦 带它吸收的水分后呢 自然这个感觉就会出来了哦 好给大家看一下哦 就是为大家今天演示一个 要如何处理你们买回来的老装哦 OK 最主要呢 第一点呢 买回来的老装呢 你们要检查它的这个情况哦 就是看它的这个枝干有没有腐坏啊 腐坏以后要把它剪去啊 这些枯的这些叶片啊 你们要给它撸去啊 给它做一个修整哦 最好是给它震一个百丛林哦 就是多精灵多精灵 让它消毒哦 晾干再种回这个盆里面哦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保证你们的这个老装多肉呢 越长越美哦 OK 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拜拜